神秘的金字塔人面诗身上 这些古埃及文化的遗产 到现在都还是很多电影戏剧热爱的题材 不过打开古埃及研究神秘大门的 却是一块罗塞塔石碑 因为它学者才有办法解读失传的古埃及文字 罗塞塔石碑也因此成为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不过两百多年之后 埃及有不少民众联署要求英国归还 法国意大利有方尖碑 伦敦大英博物馆有镇馆之宝 罗塞塔石碑 这些石碑的共通点都来自埃及 不愿自家历史文物继续成为他国宝物 埃及学者发起大规模脸书 点名英国要求归还罗塞塔石碑 罗塞塔石碑是帮助近代学者 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的关键 1799年拿破仑徽军攻打驻守埃及的英军 没料到惨败逃回法国 不过却也带回了罗塞塔石碑 石碑上相同的内容分别用三种文字名科 古埃及象形文 古埃及通俗文和古希腊文 对照解读看似简单 但直到1822年才由法国学者商博良 找到失传的古埃及文解读方法 对于要求归还石碑 埃及政府着眼于观光红利 期望挽救经济 不过大英博物馆方面指出 尚未收到埃及政府正式的请求 并表示非常重视与埃及各界在研究领域的合作 罗塞塔石碑是否会在经历 法国英国之首后200多年重回埃及 看来还很难说 是林文毕